杜玉明刚到东北,蒋介石就连做两件事,杜玉明无奈长叹,东北必丢,1948年11月,随着东北野战军发动辽沈战役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的事件里面,东北野战军成功解放了景州,关上了国民党东北以及华北联系的大门,随后,东北野战军相继解放了长春以及沈阳等重要城市, 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势力基本上被我军歼灭,而东北的全面解放也已经成为了板上钉钉的事实,而我军的全面胜利对于国民党军而言则是无比煎熬的事情。 对于蒋介石来说,东北的全面失败更是让他无法接受,因为东北不仅仅是国民党军大力布置军事的地区,同样是中国的工业以及铁路最发达的地区,当国民党失去了东北这一块地盘之后, 国民党不仅不可能在正面战场上与我军对抗,他们甚至要失去未来的一切补给,所以蒋介石的内心是非常抓狂的, 事实上,国民党在东北的失败,让许多国民党人都感到了非常无奈,其中一名最为无奈的高级指挥官,那就是杜玉明,在国共第二次内战刚刚打响的时候。 杜玉明就是国民党在东北所设立的最高军政指挥官,杜玉明当时担任着东北保安司令,毫不夸张地说, 国民党在东北地区的开发就是由杜玉明亲自制定以及规划的,后续的发展也离不开杜玉明最早打下的底子, 但在辽审战役进入到了最后尾声的时候,东北的失败与杜玉明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因为杜玉明在辽审战役进行到最后阶段的时候,便已经被蒋介石从东北调到了徐州, 杜玉明根本来不及关注东北的这个烂摊子,就光是眼前的徐州问题。 杜玉明都解决不了,而在不久之后,随着淮海战役进行到最后一个阶段, 肃玉率领着华东野战军在陈关庄地区,为了杜玉明所率领的最后二十多万大军, 这场战役的最终结果,也就是杜玉明与他的数十万大军最终被肃欲包围歼灭, 杜玉明最终也成为了华东野战军的俘虏, 而杜玉明被我军俘虏之后,心情也并没有太多,特殊的起起落落, 似乎杜玉明早已经预见到了这一个结果, 而杜玉明在战败后确实表态, 当蒋介石非要让他前往双堆极地区救援十二兵团的时候, 他就已经做好了失败的准备, 但不管怎么说,他认为他是对得起蒋介石的了, 在新中国建立之后,杜玉明在功德林中接受了几年的改造, 在1959年成功走出功德林,恢复了自由人的身份, 自此之后,杜玉明便成为了新中国的一份子, 而为了安排杜玉明更好的生活以及工作, 周总理为杜玉明找到了一份文史专员的工作, 那就是让杜玉明将他过去在国民党中看到的 以及的作战时候所遇到的事情都写下来, 然后整理成一本史料,杜玉明对于这一份工作感到非常有兴趣, 因为从功德林中出来之后,杜玉明的年龄也已经不小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杜玉明也比较喜欢回忆过去的事情, 回忆他在进入黄埔军校学习的时候, 回忆他在抗日战争与日本人战斗的时候, 回忆他率领着中国远征军前往国外打仗的时候, 而解放战争也是杜玉明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在杜玉明的回忆中。 杜玉明谈到了国民党在东北失败的一系列根源, 而杜玉明写下了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 那就是蒋介石在前往东北前对他说的, 今天已给锦州范汉杰空投一封信, 要他能守则守, 不能守则退守锦西, 又说同时给郑栋国也空投了一封信, 要他赶快突围, 否则沈阳也不等他了。 在蒋介石说完了这两句话之后, 便立即带着杜玉明前往了东北, 蒋介石每期名曰是去给东北救火去了, 但事实上, 不管是蒋介石还是杜玉明, 到了东北之后, 面对东北的残局都已经没有任何的办法。 蒋介石认为这是他的手下打仗实力真的不行, 这才让东北一步步失去了先机, 可杜玉明却不是这样认为的, 那么, 杜玉明所说, 蒋介石做了两件事情, 就看出了东北必然会丢掉, 这两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呢? 而杜玉明为何又如此笃定呢? 在1948年的9月, 随着辽审战役打响之后, 国民党在东北的部队便已经开始告急, 因为东北野战军的战略是执行毛主席所说的先打锦州, 关闭东北与华北地区的门户, 所以当东北野战军的绝大部分主力都压在了锦州之后, 整个国民党军上下都感到非常惶恐, 一旦锦州真的被我军所解放, 那么国民党军便再也不用想着离开东北, 同样的, 国民党的援军也不可能再进入东北, 于是, 在情急之下, 蒋介石便给华北角总司令员副作义发电报, 要副作义做好准备, 随时率领着部队进入东北支援锦州,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个命令, 副作义并没有扬奉阴违, 反而感到非常的兴奋, 因为在副作义看来, 只要他率领着部队帮锦州解了围, 那么未来东北也将划入副作义的势力范围, 就当副作义在等待着蒋介石的动员命令的时候, 蒋介石却忽然给杜玉明发去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电报, 那就是让杜玉明做好准备, 跟着蒋介石一同前往东北, 给东北解围, 杜玉明看到了这一个电报之后立即就明白, 蒋介石这又是把副作义给涮了, 只不过杜玉明并没有违抗蒋介石的命令, 他选择与蒋介石一同前往东北, 而蒋介石在看到了杜玉明的第一时间, 就对杜玉明说了他所做的两件事, 蒋介石做的第一件事, 那就是让飞机给正在坚守在锦州的范汉杰投下了一封信, 在这封信之中, 蒋介石提到, 如果锦州实在守不住了, 那么范汉杰就带着部队撤退到锦州以西地带, 如果说蒋介石这么做, 是为了保全锦州部队, 然后与廖耀香进行内外会合, 最终包围东北野战军的话, 这样安排必然是合理的图片, 可问题是蒋介石随后又说了他做的第二件事, 那就是往长春的郑董国那里又投放了一封信, 蒋介石在信中也是用警告的语气来告诉郑董国, 如果郑董国不立即率领着部队突围的话, 那么在长春的国民党军就不用突围了, 而在沈阳地区的国民党军将不会继续等待郑董国, 蒋介石对郑董国的这番话其实是非常残忍的, 因为当时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为了抵抗解放军的进攻也是非常的艰难,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蒋介石应该做的就是去鼓励他们坚守城市, 可蒋介石却用了这样的语气来给他们泼冷水, 这也是长春的国民党军最后大部分都选择投降起义的根本原因, 就是在蒋介石这样矛盾的做法中, 杜玉明一眼就看出了蒋介石的指挥思路非常的混乱, 就算是杜玉明来主持这一件事情都不可能讲出这么直接以及打击人信心的话, 所以杜玉明早就笃定, 蒋介石不可能解开东北野战军对东北国民党军的包围, 而且东北在不久之后也将被解放军全面解放, 但这些话杜玉明不可能对蒋介石说, 在不久之后蒋介石眼看着东北已经没有了希望, 于是便调集杜玉明立即回到徐州, 率领在徐州部队做好防御华东野战军以及中原野战军联合进攻的准备, 杜玉明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在他率领的徐州大军与华东野战军作战的时候, 蒋介石依然要对杜玉明发出了许多不合理的命令, 这就导致了徐州部队最终一步步丧失先机, 然后被华东野战军歼灭, 所以客观来讲, 杜玉明对于蒋介石是有着一定怨气的, 因为蒋介石在战略眼光上早已经与过去不太一样了, 但是蒋介石却不愿意听从杜玉明的建议, 最终要求杜玉明一步步走到了错误的方向上, 所以杜玉明对于蒋介石是问心无愧的, 在他被我军俘虏之后, 他反而松下了一口气, 不得不说杜玉明在东北一开始的战绩真的不错, 不过到了1947年, 经过心事整编的我军也相继缓了过来, 杜玉明以快打快的攻击方式在我军阻击下相继破产, 到了东野在三下江南和四宝临江以及1947年的春季攻势开始后, 杜玉明也是连吃败仗, 七十一军虽然守住了四平, 但建制被我军打残, 新一军在长春外围被我军重创, 第五十二军在南满差点让三宗和四宗包了饺子, 因此, 其实杜玉明在1947年后的表现实际上是在下坡路, 并非想象中的长盛, 而且因为个人身体的原因, 杜玉明不得不卸任东北保安司令的职位回到上海。